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补了一句 反不闻呢 对 这次真的是再与归来 是 将军 带来了吗 带来了 带来了 一个是联赛的 一个是压惯的 这是压惯的 好棒哦 哇 联赛这好大啊 哇 你说接下来会不会越来越断越来越断 最后变成一只大饼 很漂亮啊 对 很漂亮 谢谢 谢谢 第二次破坏 很感谢 感觉呢 可能会比上一次会困难了许多吧 此话怎讲呢 关注足球的球迷也知道 今年上半年可能恒大队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 十几个人次的这种受伤 七个替补可能其中会有两个都是守面 这个是很少见的 可能还有两名95年以后的小队员 哇 最后只抱了17个人 有一个抱不上 对 因为人远了 人远受伤的年纪太大了 真的就是这种好 真好惯了 这么大的一个比赛 对 大概 奖金是多少 奖金有多少 对 弹琴伤感情 怎么可以这样问呢 怎么问呢 应该说怎么分的 其实这个奖金呢 我觉得 够吗 第一个知道的其实应该是韩哥吧 是吗 我也不知道 你听说的吧 对 其实我也想打拼 我也想问来的 对 但是那个他怎么会告诉我呢 对不对 那别说金额了 对 说怎么用 这个会交给自己的家人保管 是吗 还是怎么做 还是自己留一个小金库什么 对 我不知道他们啊 反正我是上交的 一下就把哥几个给堵住了 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反正我是上交的 我们给大家聊一下这个 前锋 告灵 跟你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告灵斯曼 为什么叫告灵斯曼呢 因为德国好像有一个球星 以前是三驾马车当中 的一个叫做柯林斯曼 柯林斯曼 告灵您是哪人 河南人 河南郑州 河南那儿啊 河南 郑州 郑州 上游甜汤 下游郑州 一农厂里 郑州是个好地方 听说还带了礼物是吧 对对对 带了礼物 对对对 带了礼物 对对对对 哇哦 一件衣服本来很普通 但是这件衣服上面 如果有这次夺冠之后 所有队员的签名 哇哦 哇这个真的 好真真哦 这就不一样了 不公平韩哥 啊 只有一件 我们一人穿一天嘛 杨伯州 这件衣服 一定要留在天天向上 对对不对 嗯 时时刻刻拿出来 其实大家感冒的时候 闻一闻 闻一闻 啊 精神有走 哈哈哈哈 没有您可以仔细看一看 其实这件衣服上呢 只有两颗星 今年我们的比赛服 其实是四颗星 这两颗星呢 是2013年 我们第一次夺得 亚冠时候的纪念服 哇 第一次夺冠的时候 手夺啊 哇 天哪 哇哦 这个太珍贵了 何其珍贵啊 真想认到观众席 哦真的吗 但是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我下不了手 我下不了手 杠铃你说你第一个就送 送 你要是把他扔出去了 我就把你扔出去了 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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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杠铃第一个就送 那么珍贵的礼物 那但是 各位不会让大家失望 看 哎呦 四颗星的 这一届呢 哦